晴天 如照著大地一片光明 漫天 勢必真明亮麗的白雲 一花不一息不盡 我的天雪甘心 不知不醒 我不敏 情不大好正義 總是你一朵雲天 我說你聽 我不是那些不舒服 翻平亮星的明鏡 終於就獲取聲音 黑白分明的眼睛 從不人情共鳴 身影不離世的 壞我已是隱靡 終於是隱 從不搖擺 爭氣澎湃 退山赴海 終於是隱 從不搖擺 爭氣澎湃 退山赴海 爭氣澎湃 退山赴海 見込風雨影不停 火前10軍 我的天水甘心 演唱黑白分明 沐軍 启禀大人 老夫人已在厢房安置妥当 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 伺候梳洗换装 可曾有人打听她的来历 回大人 属下一案大人指示 对外宣称 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 请大人放心 好 老夫人的真实身份 只有本府与公孙先生知晓 时机到了之时 自会告知而得 在此之前 要绝对保障老夫人的安全 回大人 张龙照虎亲自带人守在厢房门口 不许任何人接近 那张义如今何在 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 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 卫方走漏消息 也指得暂时如此 退下 是 大人 老夫人的行旨 大人打算如何安排啊 此事太过 此事太过棘手 先皇宠妃流落民间 却又在二十年前传出死讯 这其中必有隐情 不然 本府将他接回庙中 待问明原委之后 再做定计 老夫人 大人和公孙先生来看望您吗 嗯 你们守在门外 不能让任何人惊嚷 是 是 包枕叩见娘娘 啊 免了免了 坐吧 谢娘娘 二十年了 哀家几乎已经忘记 打扮光纤捷径 是个什么样子 娘娘委屈了 不 为了等候今天 再多的委屈 哀家也心甘情愿 娘娘身份特殊 为防走漏消息 增添无谓的困扰 包枕自作主张 将娘娘接至庙中 并以老夫人相承 权宜之际 还请娘娘不罪 你处事谨慎周到 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 此事的确必须隐秘 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 哀家还在担心 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 娘娘何出此言 只因哀家的冤案 牵扯到两位 当今最为显贵的人 是哪两位 一位是当今的刘太后 娘娘不是说 太后昔日 与娘娘情同姐妹 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 情同姐妹 哀家落得如此地步 全都是败她所赐 被她所害 当年 哀家的玉产期比她早 临盆之际 先皇来到玉成宫探视 爱妃啊 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 就看她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 皇上怎么又来了 现在是男是女 还不知道呢 皇上怎能肯定 一定是男婴呢 错不了 产期就在这几天 朕有十足的把握 是啊 一定是位太子 如果明日出生 可就和八王爷 同月同日生辰了 哦 哎呀 朕差点忘了 明儿个朕是玉帝的寿臣哪 真巧 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 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 但愿如此啊 陈寗 奴婢在 去玉果园 采现应食国品 与八贤王送去 奴婢遵旨 爱妃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在临盆期间 臣妾有点心慌 哦 没关系 头一胎嘛 总是在所难免 别担心 熟喜产婆 早已准备妥当 随时会进来的 嗯 嗯 爱妃 你 你 你怎么了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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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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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啊 是 找谄伯进来 快 快找谄伯进来 是 哎 爱妃 别慌 啊 马上就好 要瞎英雄 用力 蛮 ITA 蔚 再用力 嗯 啊 飓 Arm 快 给 但不知 娘娘当年所生 是男是女 不论是男是女 等哀家醒来以后 出生的婴儿 就变成了不知名的怪 此话真讲 郭槐已铲破有势勾结 趁乱家婴儿 以剥取皮的梨猫调换 先皇得知 一怒之下 将哀家打入冷宫 其实这一切 全是刘妃 在暗中指使 娘娘 可否容学生冒昧疑问 公孙先生请讲 当时娘娘历尽昏厥 怎知使郭槐 与游氏勾结 又怎知全是刘太后 暗中指使了 公孙先生问得好 在哀家被打入冷宫 七年以后 陈琳来到了冷宫 将刘妃的阴谋 一一揭发 哀家 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产下的 真是个男婴 陈总管 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 却又怎会知晓 如此隐秘之事 当日陈琳去玉果园 在返回的途中 巧遇金华宫的宫女 寇珠 陈公公 陈公公 寇珠 你这么鬼鬼祟祟的 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请公公救命 救命 救谁的命啊 救你 不 救他 这是哪来的婴儿 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 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 是郭怀郭总管 勾结铲仆 用死猎猫把太子换出来 要寇珠 求公公救太子一命 公公救命啊 郭怀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 他要寇珠 把太子掐死 埋在金水桥下 这种事他也敢做 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 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 住口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金华宫的宫女 刘娘娘是你的主子 你竟敢造这种谣 不 不是扣珠造谣 刘娘娘亲口交代扣珠 要听郭总管的调派 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呀 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 怎么会 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 李娘娘产下了太子 皇上就要封他为皇后 一定是这个缘故 公公 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 如果被郭总管发现 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 不错 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一定会杀人灭口 可是我能把太子 带到哪儿去呢 哪儿都行 只要出了宫 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 寇珠 你是刘娘娘的心腹 否则他不会让你 参与这种事 可你为什么要背叛他呢 公公 寇珠虽然只是个下人 可是还懂得道理 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 大宋朝未来的君主 只要是大宋子民 人人都该拼着性命地保护他 再说 孩子是无辜的 不能让他成为 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 寇珠 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 更显得郭怀和刘娘娘的 卑鄙险恶 你放心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把太子 安安全全地送出宫去 多谢公公成全 多谢公公成全 不 身为人臣 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 寇珠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啊 是 竟有这种事 这不仅是耸人听闻 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若说出去 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 不对 那陈灵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 想必有个去处 娘娘应当不会不知 不错 哀家知道她在何处 娘娘 陈灵带她去了南清宫 南清宫 是八王爷的府邸 难道说 八王爷也知道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不仅如此 八王爷还把她 带到自己府邸 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 娘娘适才言道 此案涉及两位当朝行为 这第二位 莫非就是当今皇上吗 嗯 而当年强保中的婴儿 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 正是 好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王 大人 难道当今皇上 不是刘太后所生 因果报应 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 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 并封为东宫太子 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 坐上了正宫之位 不幸的是 太子六岁时 得病身亡 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 先皇伤心之愈 从此沉溺于道家之旋 并由诸王皇子之中 临选太子 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 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 保住了先皇血脉 然而 当时八王爷 因何不向先皇 禀告此事呢 后宫全力轻压 自古戒然 当时若是揭发此事 非但难以取证 胜获违及太子性命 八王爷 隐忍不报 也是情非得 包大人不必解怀 对八贤王 哀家感激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 这是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三十年的冤屈气苦 不 得知皇儿安然无恙 哀家已心满意足 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 那为何 那为何陈总管却在七年之后去冷宫 禀告杨阳呢 华儿七岁进宫时意外闯进冷宫 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 八贤王 八贤王剑玉佩 心生不忍 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 娘娘 有人看您来了 冷宫境地 又有谁会来看我 回娘娘 是奴婢陈琳 是皇上派你来的 不 我真是痴人说梦话 我打入冷宫已经七年了 皇上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他怎么会派你来看我呢 娘娘受的委屈 奴婢全知道的 你怎么会知道 连我自己都渐渐相信 当年生下的是个怪物 不 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 是皇上的嫡亲血脉 那样 你说什么 七年来 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 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 东宫太子 你是说 日前悟传冷宫的那位太子 是本宫的亲生骨肉 正是啊 八王爷 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 因此隐瞒至今 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 八王爷看到了 未免娘娘担心 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 国臣 以后 母娘 母娘 母父 母女 母父 母母 母母 此事切莫声张 若要被奸人得知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是谁 是谁如此心狠手朗 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 皇上潜心修道 不理俗事 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 想必娘娘清楚啊 是她 是她 是 是刘妃 正是她呀 刘娘娘 既于正宫娘娘大位 才指使郭怀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 我和她情童姐妹 情童姐妹 她怎么会如此心狠呢 哎 全室有人呐 如今她也得偿宿愿成了当今皇后了 不 不 我不能放过她 娘娘 你去告诉皇上 就这本宫 本宫要见她 快 快去告诉皇上 娘娘 不可能啊 这 这 这不可能的呀 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 一只耿耿于怀 而且 迷谋换太子一事 难提证据 倘若声张出去 反倒让 刘娘娘 有了警觉 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 都不利呀 难道就尤任她 上下其声 为所欲为吗 要忍 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 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 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 反而招货呀 为了确保皇儿平安 哀家 也只好忍耐 只好每天夜里 分相助到 祈祷上苍保佑皇儿 盼她不受伤害 既然如此 娘娘又怎会大死逃出宫去 又怎会隐姓埋名 长达二十年呢 不错 皇宫内院门禁森严 冷宫更是严禁外人尽处 当年太子年纪又小 或可侥幸闯 娘娘却是段无逃出之力 机缘凑极严 也就是那刘妃 心怀鬼胎 他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 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 竟然向先皇诬告我 说哀家 每天黑夜焚香 是诅咒先皇 岂有此理 他竟敢诅咒于朕 皇上请息怒 离娘娘这么做 只是一时想不开 臣妾相信 他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 生下妖孽 朕没有赐他死 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 启离皇上 启离皇上 离娘娘生性温顺 不会怀此恶毒心肠 还请皇上圣茶呀 陈总管 他若不是诅咒皇上 那他为什么要 半夜三更的烧香呢 这 陈利 奴婢在 传朕口谕 此地妃七尺百灵 要他自尽谢罪 皇上 皇上 还请皇上三思啊 皇上 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不行 朕一已决 陈利 你是首领太监 这件事 就由你去奉旨执行 皇 皇上 大胆 你敢抗旨不遵 奴婢不敢 奴婢遵旨 是 伯淮 怒婢在 你是后宫太监总管 你听着 一个时辰之后 去冷宫燕鸣正身 奴婢遵遵旨 先皇既然下旨赐死 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 提起此事 也实在令人心酸 除了陈鸣之外 冷宫总管 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 朕当他们俩人 在无济大救之时 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 娘娘 时辰紧迫 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 就性命难保 是啊 怎么逃 宫中境地 守卫何等僧严 逃不掉的 算了 不会有机会的 娘娘请放宽心 奴婢有法子 让娘娘逃出宫去 就算如此 就算如此 国怀不见尸首 岂肯罢休啊 一旦禀明皇上 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 回娘娘 有尸首 这话怎么讲 奴婢也安排好了 替死之人 替死 是啊 奴婢 又终 奴婢于中叩见娘娘 秦队 她是 回娘娘 于中 是冷宫的小太监 奴婢自他九岁进宫 便一直待在身边 由他替死 就有了尸首 你 真是难为你们了 可是郭怀奉旨夜明正身 又岂会认不出来 由他替死 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 这没有用的 不 郭怀认不出来 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娘娘或许从未见过 人一死之后的情形 奴婢在宫中多年却见过不少案例 调境而亡 大多数面成轻子 言容有趣 若不仔细辨认 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 可是 郭怀他 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 那郭怀心怀鬼胎 问心有愧 亮他也不敢正眼去看 娘娘 奴婢相信 这一定能瞒过郭怀的 不 不 就算郭怀认不出来 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 而让愚中去替我死啊 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 让他做这样的牺牲 启禀娘娘 奴婢是自愿替死的 你说什么 奴婢自幼进宫 给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 能为娘娘替死 是奴婢的福气 奴婢心甘情愿 不 本宫不同意 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 让你替死 固然可以让你得到权忠 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 本宫 万万不能同意 娘娘 娘娘 请娘娘和于忠 互换衣服 奴婢在城外 已安排好了人接应 再迟 过怀夜到 就来不及了 不 请娘娘为太子殿下招响啊 倘若娘娘奉旨归天 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 娘娘是她的亲生之母啊 娘娘 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 任贼做母终其一生呢 这 只要留得姓名在 终有一天 太子殿下和娘娘 能够母子团圆 届时 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 更不让这 是非黑白善恶对错 昭然于世啊 请娘娘娘承全 好 本宫 深受你们一片重心 谢娘娘 小鸟 靠一个中甘义胆的小鱼忠 无论是鱼忠 还是秦凤 陈灵 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 若无他们帮助 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了 娘娘 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 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死 饱受穷困苦难呢 也是造化弄人 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 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 不幸染病身亡 哀家举目无亲四处游荡 盘缠用尽 只好乞讨为生 那个张义原本是个小企儿 哀家将他收为义子 相依为命 如今他已长大成人 以卖菜为身奉养哀家 日子过得虽然清空 倒也能够勉强度日 抱亲 臣在 如今你已经明了了 此事的来龙去脉 艾家的冤案 你可还敢接 回娘娘 如今已无关户敢或不敢 包枕身为仁臣 却图令太妃娘娘蒙人受驱 已一事不重 如今 包枕定当竭尽心力 为太妃娘娘平凡 有你这句话 那我就安心了 我就安心了 冤娘娘 事关重大 不可不慎 为求掩人耳目 请娘娘全冲包枕 失散多年的远房表情 也要名正言顺 同返京城 敢请娘娘恩主 一切就依你 谢娘娘 娘娘 学生敢问 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实名的 艾家也不清楚 不知什么时候 就看不见了 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 公孙先生还能治病 公孙先生精通齐皇之术 或可查出些端倪 既然如此 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 公孙先生 情形如何 大人 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 终日以泪洗面 导致哭瞎了双眼 可有复明之急 拖延时日过久 恐怕难下定论 学生尽力而为 嗯 大人如今作何打算 此案牵涉太广 一时尚难有对策 然而无论如何 都必须尽快回京 以免夜长梦多 王朝马汉 在 准备一顶软轿 为老夫人代步 一旦准备妥当 立刻启程回京 是 大人 张义可要随行 不 他若随行 可会启人移动 让他留在庙中 不得对外声张 是 启程庄主 展大侠到 走 有请 是 南侠展昭 亲临县空岛 卢某未曾远迎 还望展大侠修要剑怪 占某不请自来 失礼之处还请庄主害害 好说 好说 来 请坐 庄主 请 请 展某今天的来意 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 不错 请恕展某之言 展某与无数无仇无怨 纵有冤仇 也应该依江湖规矩 而不该惊动官府 更何况是皇宫大内 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 展大侠应该心中有数 五弟这么做就是为了玉猫二字 玉猫二字对展某毫无意义 对五属兄弟更无不敬之心 还请诸位明见 可我们五弟却不这么想 白兄弟可以对展某不满 却不应该惹上官家 五弟的形势 的确有些莽撞了 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 自当力挺 华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 我们兄弟共同承担 五属兄弟重情重义将乎皆知 正应如此 展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 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 展某忠心感谢 展大侠 华大侠 显空岛无蜀 无心与展大侠为敌 更无意招惹官家 只是事已至此 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 庄主此举又有何意 比武教计点到为止 这三弟四弟 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 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一一击败 卢某天为武蜀之首 自可作主 将玉佩奉还 倘若败的是展某呢 五弟争得不过是一口气 这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 到时 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 展大侠 你以为如何呀 既然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庄主要比的是牧庄认 嗯 不错 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 稍有专攻 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 啊 鑽天鼠一身轻功 独步江湖 詹某有幸得以见识 可不知道要如何逼法 你我二人分居庄头 相互追逐 以先落地者为败 倘若僵持不下 岂非胜负难分 那倒容易 我们燃香为继 一处香之内若不分胜负 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 詹某明白了 不过 这牧庄我禁淫多年 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 无妨 詹某尽力就是 好 好 不愧是南瞎战招 三弟四弟 燃香 是 庄主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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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展大侠身手不错 庄主也不差 注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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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